人類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是圓長 2020年最令家用電子遊戲機玩家們期待的 想必就是預計今年年底發售的Xbox Series X以及PlayStation 5了 家用電子遊戲機通常被簡稱為家機 家機平台目前由任天堂、微軟以及索尼三家公司為主流 形成三強鼎立的形式 任天堂的最新一代家用主機就是在2017年推出的Nintendo Switch 但是微軟的現行主機Xbox One 索尼的現行主機PlayStation 4的發售時間都在2013年年底 對於熱愛Xbox系列、PlayStation系列的玩家們來說 新年真的是相當漫長的等待 不過不用擔心,因為他們要來了 索尼跟微軟雙雙宣布 將在今年年底發售兩家公司各自的最新主機 分別是Xbox Series X以及PlayStation 5 配合已經公布的主機規格 光是想像它們的性能可以帶來的遊戲體驗就讓人興奮不已 接著就讓我們來看看Xbox Series X以及PlayStation 5的主機規格 簡單比較一下各自優劣吧 微軟跟索尼目前已經公布各自的Xbox Series X以及PlayStation 5的規格 過去的遊戲主機為了用有限的硬體成本發揮最多的效能 所以每台主機的設計概念都大相徑庭難以比較 但自Xbox One以及PlayStation 4以來 微軟和索尼的家機設計架構都不約而同的使用類似個人電腦的架構 當然為了成本考量、節省空間等目的 還是有許多跟一般電腦不同的設計 例如負責邏輯運算的CPU以及畫面運算的GPU 通常會整合在一個晶片內以方便同時散熱 這次兩台新主機都在保留了這類規則的基礎上發揮了各自的特色 先來看看CPU的部分 Xbox Series X以及PlayStation 5 都採用了AMD目前最新的Ryzen Zen 2 CPU 且使用的都是8核心的版本 但是兩者的運作頻率就有差別了 運作頻率指的是CPU每秒可以執行的指令數量 也可以大致當作CPU每秒的計算量 白話點說,運作頻率的數字越高 CPU每秒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 根據廠商各自提供的數據 Xbox Series X的CPU為3.8GHz PS5則是可變動的運作頻率 最高能到達3.5GHz 相信各位朋友已經注意到 Xbox的是固定頻率 PS5則是變動的運作頻率 PS5的可變動頻率其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設計 擁有PS4 Pro主機的玩家在遊玩戰神 或者地平線期待黎明時 應該都有注意到 遊玩時主機的風扇會發出相當大的噪音 這是因為PS4 Pro主機為了發揮完整的效能而提高了主機的供電 造成的廢熱就得提高風扇轉速來快速散熱 而PS5的設計則是改成提供固定總額的電力給CPU以及GPU 當遇到需要大量計算畫面的狀況 就降低CPU頻率減少用電 並且將省下的電力分配給GPU使用 便可以將GPU超頻 也就是降低CPU的運作頻率 以提高GPU的運作頻率 比起將CPU保持在固定頻率 變動的CPU頻率可以減少廢熱的產生 當然這樣就會沒有辦法同時讓CPU以及GPU以最高功率運作 或許在某些同時需要GPU以及CPU的情況 會有效能不足的狀況發生 而Xbox的部分就非常單純了 比起PS5的可變動最高3.5GHz 直接固定3.8GHz的頻率給好給滿 對應的做法則是加強各種散熱的構造 將主機板分割成兩片 並與主機板之間加上散熱底座 處理晶片的地方再加上類似電腦塔上的大型熱導板 之所以會有類似空氣清淨機的外型 也是為了提高進風的效率 除了Xbox的運作頻率比PS5還高以外 Xbox還有一個叫做SMT的技術 SMT是Simultaneous Multithreading 中文的翻譯叫做同步多執行序 這個技術可以讓同一個CPU核心一次執行多個工作 原本CPU的一個核心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開啟了SMT之後便可以讓一個CPU核心同時做更多事 AMD Ryzen Zen 2有兩路SMT 所以開啟SMT之後便可以將原本八核心的CPU模擬成16核心 但在開啟SMT之後 因為CPU將運算能力分割了 所以運作頻率會降低 以Xbox的情況來看 將變成為3.66GHz 當然使用相同CPU的PS5也可以支援SMT的功能 但由於索尼官方沒有提供相關消息 所以這邊就先不討論 這樣比較下來後很明顯 Xbox Series X和PlayStation 5雖然使用同一個CPU 但是Xbox的CPU 不管是不是在SMT開啟的情況下 運作頻率都比PS5快 效率也會比PS5的CPU好 那CPU效能好對遊戲有什麼影響呢? 舉例而言 假設在玩一個無雙遊戲 CPU比較好的話 地圖中可以有更多的小兵出現 或者在角色扮演遊戲中 路人NPC的AI更聰明 動作更細緻 碰撞更精確等等 講完CPU之後再來要看看GPU的部分 這次Xbox Series X和PlayStation 5 不約而同的採用了基於AMD RDNA 2架構的克制化GPU AMD的RDNA 2使用了專屬的硬體元件BVH加速架構 這個BVH加速架構可以用來計算光線追蹤 相信對遊戲畫面有要求的玩家們對於光線追蹤並不陌生 這裡小小介紹一下何謂光線追蹤 以往非光線追蹤的遊戲 畫面的生成是利用估算的方式模擬 一個物體的顏色大致上便是關卡內的光源 環境的光線以及物體本身的自發光來加總而成 光線追蹤是3D電腦圖學中的一種演算方法 那它所追蹤的光線呢其實是從角色的眼睛出發 追蹤眼睛看到的光線並且反推回光線的來源 當這個光線遇到物體的時候 可能會反射、折射或是產生陰影等物理現象 光線追蹤便是利用GPU的計算能力直接計算物理現象 實際的例子像是可以反射出賽道景象的車輛 或是畫面中的空氣感等 就是利用了光線追蹤產生的效果 GPU的原理是把要大量計算的數字分配給不同的CU 也就是運算單元處理 以便減少總共所需的處理時間 例如Xbox Series X的GPU總共有52個CU 所以只要把原本需要計算的數據拆成52分 便可以將計算時間變成52分之1 當然可否將數據拆得這麼碎 就得考驗遊戲開發者的最佳化能力 而每個運算單元也有各自的運算頻率 例如Xbox Series X 每個運算單元的運作頻率都是1.825GHz 而PS5的狀況則跟Xbox Series X有點區別 前面有提到PS5的GPU運作能力 會受到CPU是否耗電而影響 根據索尼官方的說法 在最好的情況下 PS5每個運算單元可以達到2.23GHz 但由於PS5的運算單元數量總共只有36個 所以CPU的整體運算能力 Xbox高出了17% 當然這邊是假定PS5的運算保持巔峰 而且Xbox的最佳化也很完美 實際上兩件事情都不是可以輕易達成的 那GPU的性能差異會體現在哪裡呢? 首先就是剛剛說的光線追蹤的計算能力啦 同樣一個畫面 Xbox光線追蹤的計算次數可以比PS5還多 畫面可以更精緻更具真實感 另外Xbox的3D動畫爆炸特效等表現也可能比PS5好 Xbox Series X和PlayStation 5都配備了16GB的記憶體 比較特別的是Xbox Series X的16GB記憶體中 其中10GB的頻寬是每秒560GB 剩下的6GB的頻寬是每秒336GB PS5則皆為每秒448GB的頻寬 頻寬值的是記憶體一秒可以傳輸的資料量大小 因為遊戲執行的過程中 通常不會有一次讀取所有記憶體的情況 所以Xbox Series X選擇將其中的10GB權重提高 讓遊戲開發者把需要頻繁讀取的資料放在比較快的地方 比較不常使用的資料就可以存放在比較慢的區域 所以與GPU的情況有點類似 只要Xbox Series X遊戲稍微做過最佳化 便可以大幅提升讀取的效率 相對於上個世代的主機 這次Xbox和PS5都將儲存系統從傳統硬碟換成了固態硬碟 有組裝電腦經驗的朋友們應該很有感觸 硬碟換成固態硬碟之後 整個系統的順暢感進步不止一點半點 就算是舊電腦 把舊硬碟換成固態硬碟之後 簡直像新的一樣 速度上來說 傳統的機械硬碟大概每秒可以傳數十到1200MB的資料 而固態硬碟根據不同規格 從每秒可以傳三百四百到三千四千五千MB的資料 隨著遊戲3D模組越來越精緻 圖片解析度越來越高 相對的檔案大小也急速上升 儲存系統的傳輸速度至關重要 PS5在宣傳的時候 也一直將固態硬碟作為宣傳的主力 當然有一部分原因是Xbox的其餘規格都勝過PS5 但是PS5的固態硬碟也的確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PS5的固態硬碟存取頻寬是每秒5.5GB 若是在搭配壓縮檔案的傳輸 可以到每秒89GB左右 特定情況甚至有機會到達每秒22GB 相對的Xbox的存取頻寬在未壓縮檔案時是2.4GB每秒 壓縮檔案時可達到每秒4.8GB 最佳狀況則是每秒6GB 其實即使是個人電腦的市場 固態硬碟能有每秒5GB以上的傳輸速度就已經非常快了 但PS5採用的特製規格固態硬碟遠遠超過這個數值 難怪索尼自信滿滿地表示說 等待時間將會成為一個過去的名詞 當然實際上固態硬碟的速度差距到底會怎麼影響遊戲體驗 目前還沒有辦法證明 畢竟這兩台主機的SSD固態硬碟讀取速度 都是過去電腦沒有出現過的 但可以確定的是 過去遊玩發生的死一次要載入一分鐘的情況將不復存在 這次分析了Xbox Series X和PlayStation 5的規格 可以說是兩者各有千秋 而且性能都非常的好 Xbox Series X在CPU、GPU、記憶體方面表現均較佳 但是PlayStation 5宣稱 跟固態硬碟將帶來的五載入時間體驗也非常吸引人 如果到時候真的可以用一兩萬的價格 購入Xbox Series X或是PlayStation 5 大家會想購入嗎?還是本來就是PC派的 自己組的電腦其實已經非常好了 不想再多花錢呢? 或者覺得自己已經是成熟的大人了 不管是PC或者是最新主機我全都要呢? 歡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喔! 除了規格之外 在這個Xbox Series X以及PS5即將發售的時刻 各種官方消息、小道消息、謠言等等都傳得滿天飛 在下次的節目中 我們從其他面向來討論Xbox Series X和PlayStation 5吧 我是元長 我們下次見 掰掰